歡迎收看Valham 瓦爾海姆教學影片 我是尼亞斯 今天我們要來教什麼呢 今天我們來教的是我們這個野豬馴服的一個教學喔 因為其實在打野豬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用到的就是它的這個皮碎片嘛對不對 皮碎片在初期在升級這個武器啊或裝備的時候還蠻重要的 那如果我們一直去擊殺我們家裡附近的野豬那野豬就會越來越少嘛 那就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說今天就要教大家去怎麼訓養野豬讓野豬生成越來越多的野豬喔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Let's go OK首先呢我們當然要先找到幾隻野豬嘛 然後我發現這邊這個地形其實不太好建造我們的野豬的這個牧場喔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比較平的地喔 首先我們這邊有一個房子嘛 其實很簡單喔 我們首先需要一個工作台 簡易的工作台 不用說幫它升級或幹嘛 然後我們就找個地方把它放起來 這邊剛好是房子嘛 接下來呢我們就直接開始蓋我們的柵欄喔 因為這網路上其實我有看到類似的教學 蠻多人都是這樣教 但是我想要做一個更簡易的一個 豬的農場 所以當然是把我們的這個農場 牧場啊 把它圍起來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大欸 太大有時候丟東西反而比較麻煩 好 我們現在目前圍到這邊留了一個出口 這是一般網路上最常見的教學嘛 那可是其實 好 我們這邊一次贏兩隻豬喔 那直接把它引進來 然後把它全部蓋起來 喔唷 這樣就兩隻進來了 沒錯 好的 那我們把它關起來之後呢 它其實不會生其他的豬的 那我們這時候呢 就需要果實 這邊有果實 就是這種果實 那我們按下Shift加左鍵可以 分 拆 看一次分幾個 那我們這邊就一次分個四個出來 好 分個四個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的野豬一直在持續的攻擊你的這個柵欄 這時候按下Ctrl 你就可以這個潛行 那潛行的話 你要用潛行的方式靠近野豬 然後並且呢 把你的這個果實 一顆 一顆丟進去 這樣子的話 它才會慢慢開始吃 那我一次是先丟兩顆 然後你會看到愛心出現 就表示說它現在正在適應環境 好 這邊是有點不安的 可能會有點太靠近了 那我們這邊再多丟一顆 兩顆 這樣子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 有一隻現在目前正在熟悉我們的環境喔 那另外一隻野豬目前還非常的 有點亢奮的感覺 我們再稍微等一下 喔 好像可以囉 那這邊基本上靠近都不要用跑的或走的 直接用潛行的方式 不然你的野豬會非常的就是 激動 它會一直想要破壞你的柵欄 所以說基本上你靠近就用蹲了 然後蹲的話 就是按Ctrl一下就可以開始蹲 然後你體力會消耗嘛 那基本上你只要停下來 你底下的體力就會慢慢恢復 接下來就是等我們的這個野豬喔 它的這個適應環境的這個 趴數到100趴 基本上就會馴養成功 它現在是2趴 然後你會慢慢的花時間把果實丟進去 目前裡面還有兩個果實 它餓的話就會吃這樣 這樣花稍微多一點時間 然後當然要記得你的這個 牧場盡量不要插火把 或者是盡量不要拿火把靠近喔 因為我們的野豬是怕火把的 你如果嘗試在獵殺野豬的時候 你手上拿著 左手拿著火把 右手拿著斧頭的話 你會發現野豬靠近你呢 它就不會直接衝撞你 是進攻你喔 它看到你拿著火把反而會直接逃跑 所以這邊不宜插火把 那我們這邊要慢慢等等到100趴 其實還剩90趴 我們可以先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我這邊也有試過就是 直接用這個樓梯的方式 就是我們這邊 有一個木質樓梯嘛 木質梯子啊 或者是屋頂 直接建築在這個柵欄的旁邊喔 那即使這個你建得非常的完美 野豬跟你都可以直接 很順利走上去 但是當你跳到這個柵欄裡面之後呢 野豬會判定你的人還是在樓梯的那個位置 變成說他會在 上到樓梯的最後一階的時候 他進行攻擊 然後通常野豬攻擊完你 他就會先落跑嘛 所以攻擊完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離開那個樓梯 往回跑 他就不會直接進入這個柵欄 所以個人建議這個 各位玩家就是你在建這個的時候 就是用 直接柵欄這樣蓋住的方式 樓梯的話我自己測試是沒辦法這樣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在偷偷的進行一個改裝 沒錯 我們稍微點一下火把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放了一個木門喔 我剛剛錯了其實也可以用門的方式啦 就是我們 打開門 然後把豬給引進去 然後再把門關起來 其實會比這個 我們的這個柵欄喔 更輕鬆更方便一點 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建造 這個是木門呢 他有兩種門喔 一種是木製大門 一種是木門 我們這邊有兩個選項嘛 木製大門的話基本上他比較高 比較像一般人類開門的樣子 然後木門呢他稍微比較矮一點 有點像矮人進房的感覺喔 所以說這邊可以跳 我覺得木門應該是比較適合這個 農場的 那也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如果用這個柵欄的部分喔 因為其實其他遊戲會有所謂的柵欄門啊 但這個遊戲目前這個版本沒有發現 沒有看到 目前是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可以用這個木門 代替我們的柵欄門這樣 OK我們目前已經把我們的豬給馴服了喔 馴服之後他會在畫面上出現一個馴服的字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靠近看他 就會有馴養開心 有沒有這就代表說 這兩隻豬我們已經成功的馴服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按1對他摸摸頭 對這樣會出現愛心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等他生產更多的野豬了 由於這邊有點暗喔 實在不方便拿出火把 因為我剛剛一拿出火把我的豬就被不安嚇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畫面上有一個很暗很暗的 這邊有一個小小豬豬吧 基本上就是你一樣丟食物進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等 你不用一直在旁邊等待他們生喔 你就可以去做事啊 或者去方便房子 因為像我這邊旁邊 房子我蓋了一個火把 蓋了一個門 我可以在裡面掛機等待 那等待一陣子之後呢他就會生小豬出來了 基本上一定要有兩隻豬喔 那我們這樣基本上應該就可以砍其中一隻豬出來 我們這邊就找一隻大隻的 這一隻好了 應該就可以直接把擊殺掉 沒錯 那我們今天剩下兩隻呢我們就等小豬豬長大之後再讓他跟 我們正常的這一隻大隻的豬 然後去做生 生殖更多豬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基本上 應該就可以就是無限的生產我們的豬 那我們的這個 呃皮碎片 的這個生產機率就可以 不是生產機率啊 就是生產的這個次數 量就可以比較多啊 我們就不用一直去找豬來這個 呃殺喔 因為豬其實他數量我怕是有限的 而且有時候可能你在附近殺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跑到很遠的地方了 接下來就是繼續丟的食物喔 好總之我這邊丟了一些食物就是讓我們的豬啊 還有我們小豬豬可以吃我們的食物喔 就一樣是果子的部分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無限生產 那中間大概跟大家講一下在等待這個 野豬馴服的這個過程大概要多久 大概差不多一個 遊戲天左右的時間 然後你在旁邊掛機也好啊 或者是去做事也好 大概差不多這時間 但 食物要給夠 差不多是8到10個果子 比較保險起見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 反正你靠近你要蹲著 就在沒有馴服之前一定要蹲著 然後你至少潛行的等級稍微高一點啦 也可以練 就在旁邊練 因為你如果蹲著你潛行等級太低喔 他很容易發現你然後他會直接驚嚇 然後會不安 這樣子的話就會馴服 呃馴服失敗 然後他就會那個 馴服的等級會歸零 然後你要重新再丟食物 再慢慢等 所以個人覺得建議是一開始就是小心翼翼的在周邊 然後你把食物丟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其實不用像我剛才那樣子啊 直接把那個柵欄 呃拆掉然後再蓋住 其實直接用這個門就可以 最快的方式 也最省材料的方式 不用一直拆拆關關拆拆拆關關這樣 好的我們這個 野豬的馴服的這個新手教學就拍到這裡結束喔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什麼樣的攻略教學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當然我是 才剛玩這個遊戲沒多久啊 目前破到黑暗03的部分 然後已經找到這個 古樹長老的部分還沒有開始打喔 所以我未來應該是打完古樹長老 然後摸清一下黑暗03的這個內容之後呢 我會再拍一集關於黑暗03的 新手教學攻略啦 都比較偏向新手 就是讓各位玩家如果剛加入這個遊戲不太懂怎麼玩 然後你可能看攻略不喜歡看文字版本 你想要看影片版本 看一下別人直接實際的這個畫面操作的話 未來也可以拍 那如果大家希望我可以拍暗03的這個攻略影片的話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一下 不然就是 呃 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看有沒有需求啦 如果需求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也不用就是擔心什麼 那你如果覺得我哪邊有講的不好啊不ok或者是需要改進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說 欸哪邊有講錯啊什麼之類的都非常歡迎喔 那這個到時候 影片應該是沒有辦法直接重新的後製啦 但是我可以在下方用一個字底留言說 欸哪邊錯誤了大家要記得不要就是 呃 呃就是誤解這樣子 然後我下一集後面也會就是把它 做得更 比較不容易失誤一點 好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小朋友跟小鈴鐺開啟小鈴鐺 然後平日晚上六點發片 叫做早上九點 那現在是寒假嘛 寒假通常是早上九點發啦 每一天都是 因為寒假是假日嘛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一定要留下喜歡留留言 那我們下集的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拜拜